当欧冠小组赛激战正憨的时候,亚冠小组赛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。 北京时间10月25日凌晨,亚冠小组赛第三轮,C罗领衔的利亚德胜利坐镇主场,迎战卡塔尔竞旅杜海雷。 这场比赛,C罗上演二摄一传好戏,塔利斯卡和马内也有进球。 利亚德胜利4比3险胜对手,迎来亚冠小组赛三连胜。 C罗本赛季状态大好,各项赛事18场18球6助攻。 本场比赛他继续四肢单箭头,塔利斯卡扮演前腰,马内和奥塔维奥分居两侧,防线则由拉波尔特坐镇。 杜海勒也有球迷熟悉的面孔,前巴萨球星库蒂尼奥以及中超旧将奥伦加出战。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,利亚德胜利就进入状态,向着杜海勒的球门狂轰烂炸。 第23分钟,马内右路下底送出精准传中,可惜阿姆里厚点头球稍稍顶偏。 两分钟之后,海巴里突然上抢断球并顺势直传。 C罗巧妙的脚后跟做球,助攻塔利斯卡爆射破门。 利亚德胜利打破僵局,1比0。 从慢镜头不难看出。 C罗这季脚后跟助攻可以用妙道豪颠来形容。 球从杜海勒三名防守球员之间穿过,准确落到塔利斯卡脚下。 当然,塔利斯卡也没有辜负总裁的美意。 近16场比赛狂轰12球。 上半场结束前,C罗禁区前沿拿球,潇洒外脚被撩传。 马内近距离投球攻门稍稍打偏。 重回球场之后,杜海勒一度扳平比分。 第54分钟,奥伦加获得单刀机会。 冷静推射建功,可惜越位在先进球无效。 利亚德胜利逃过一截。 紧过了两分钟,加奈姆右路突破下底船中。 C罗投球攻门扑空,马内后点包抄扫射破门。 利亚德胜利在下一城,2比0。 第62分钟,苏丹加奈姆右路横敲。 C罗内切之后都射。 皮球直挂死角,利亚德胜利3比0,遥遥领先。 不过三球领先之后,利亚德胜利却突然放松下来。 防守端连续拖大,短短4分钟内连丢两球。 比分瞬间变成3比2,悬念又回来了。 第76分钟,C罗走路踩单车晃开角度。 底线前起球传中,马内甩头攻门打偏。 第81分钟,利亚德胜利终于盼来锁定胜局的进球。 加奈姆的过顶长船,恰到好处。 C罗拍马赶到,小角度凌空抽射的手。 完成没开二度好戏,4比2。 仅用19场比赛,C罗就打进20球。 这样一来,他又解锁多项神迹。 第一,C罗在不同的17个赛季里进球20加。 第二,C罗年度进球达到43个。 甩开哈兰德坐稳世界射手榜同名。 第三,C罗职业生涯总进球数862个。 继续刷新自己保持的记录。 除了两球一助攻,C罗还有三次摄政。 三次威胁传球,创造两次得分机会。 赛后评分高达9.5,荣英MVP。 不过,利亚德胜利的防守却不省心。 第85分中,奥伦加在搬一球,比分来到3比4。 余下的时间,双方在无剑术。 利亚德胜利4比3,险胜杜海乐。 这场比赛之后,利亚德胜利好取亚冠小组赛三连胜。 以9分做稳积分榜首位。 早在亚冠开打之前,球迷认为这是死亡之组。 但现在看来不外如是,利亚德胜利晋级的希望很大。 好,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收看。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转发。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,谢谢大家。